霹雳太平华联二校和华联一校52年来都是使用同一所的校舍 尽管华联华小董事30年前就蒙起了要兴建新校舍的念头 而让两校的学生们可以安心上课 不过该校也是时至2014年才开始筹建新校舍 经过两年华联新校舍终于落成 并在今天举办了开放日 邀请教育部副部长张慎文巡视新校舍 而副部长也给校方送上了大礼 带来了新校舍的教育部批准性 该校只要在获得校整局地方政府部门的准证 最快在明年1月就可以启用新校舍上课 教育部在上个礼拜14号正式批准了这一所新的建筑物能够使用 接下来就是要让其他地方政府消防局 那么只要所有的准证到手 那么如果来得及的话 明年1月就可以正式的开课 张慎文移交教育部的批准函之后 也大力的赞扬华联二校董事部建委会和校友们同心协力筹款 让这座耗资800万零级的新校舍顺利落成 张慎文同时也呼吁国内各校 在情况允许下不要牺牲校园的草地等空地 兴建新校舍 以免剥夺小孩子活动的空间 另外针对有人贩卖SPM考卷仪式 张慎文指出 警方调查发现没有任何的教育官员涉及事件 教育部目前还在等待警方的进一步调查结果 NWT皮立采访报道 我喜欢看起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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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过去这一段时间 ……了解 让你找到这一把 我没用 你又不过行